其實可以改成 Formate 那怎麼改應該沒問題吧 我建議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 假設是自串要串接的話 其實都可以拿什麼 拿那個就是 Formate 來串接就好 那 Formate 串接 第一個你要先給一個自串 所以我拿這一段把它複製一下 Copy 貼到這邊一下 貼上來 那但是呢裡面有變數的部分 我就直接給他什麼 給他這個中間 給他一個大瓜糊就好 那後面的話意思是什麼 意思也是加一個大瓜糊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這個自串裡面 放兩個不確定的東西 所以一個大瓜糊就一個變數 那可以懂得到 我覺得這個負面真的很好用 可以解決你那個轉型的問題 任何地方都 如果像剛剛這個問題 尤其那個要放的東西 越多這個越適合 尤其像我們後面 跟資料庫有關的有沒有 像那個要串接那個有關 跟資料庫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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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點封面從後面就是刮糊 我的第一個變數呢 就是放給他一個是這個東西 OK 所以我把這個拿過來 那第二個東西 豆點 就是這個東西 那不用轉型 因為他會自動幫你轉型 放到這邊 OK 所以第一個變數是放這個 這個第幾個字 第二個是把第幾個字 把他的內碼查出來之後 再放進來 OK 特別注意一下那個 刮糊的位置 這個刮糊配後面這個刮糊 然後呢 這個前刮糊要配後面這個刮糊 所以刮糊數量不能差一個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細節如果都注意到的話 那我們就寫好了 OK 如果你覺得 format你可以習慣的話 那我強烈推薦 你以後如果串接 你乾脆用format就好了 OK 有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要多學一個format OK 那最後run起來 應該應該 我想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我們把那個再run一下 確定一下這是OK的 把它貼上一下 Enter 結果也是會是一模一樣 檢查一下 OK 如果你這個檢查 考試的時候 檢查一下 是不是跟那個什麼 跟我們 那個題目的部分一樣的話 那表示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將來 你的考試的流程就是 先寫完 然後呢 再確認一下說 跟這邊長得一模一樣 有沒有空白 尤其是空白要檢查 這邊有沒有多空白 如果都沒有的話 底下也都一樣 一模一樣的話 那表示 如果你把它 上載到評分系統裡面 評分應該就會拿到分數了 OK 大概是這樣 我想 八九不零十 而且及格分數七十分嘛 也就是說 你只要 大概對個六題就可以了 因為第四類二十分嘛 所以如果你做一二三四五 前五類就是六十分了 那你再做個第六類就七十分了 那其實如果你後面覺得太難了 甚至 反正你就這樣拿到分 拿到證照了 然後就可以交卷了 你就可以離開了 七十分你就及格了 就這樣子 OK 所以等於有三十分的緩衝 也就是說你有三題 不會沒有關係 你千萬不要鑽牛角尖 你就先跳過吧 OK 比如說這一題卡住了 算了 跳下一題 跳下一題 不要一直跳跳跳跳 都沒有 那可能是你自己的問題 OK 那是因為你要練熟 然後不熟 不是說你每一題都不熟 你要一定要大部分都熟 然後可能有一兩題難免嘛 所以沒有人那麼厲害 而且準備這種考試壓力也蠻大的 你可能準備要考試 你繳了錢之後 你就會有壓力了 你可能每天都會一直出門 想說你也不想要出去玩的 你可能出門還要帶著書 帶著東西去 不過你身邊家人會覺得 你怎麼突然這麼認真的 我沒有看過你這麼認真過 這 但也是 我覺得也是正向的 OK 當然也不要過度 不要緊張到一個不行 最后邊有焦慮症 那當然不OK 但是就適度的 人不要說完全沒有壓力 不是每天都吃喝玩樂 吃喝玩樂 然後人生很快樂 我覺得吃喝玩樂 也不見得都是快樂的 你要適度的 有一點壓力 然後呢 當有時間的時候 趕快再去 衝的 像我的習慣是 為什麼我喜歡去旅行 就是感覺有充電的感覺 一到 出國國外 就感覺整個就放鬆 東西也許暫時先放下 心情完全就不一樣 OK 那這邊的話 請各位就是把那個 Format的部分再帶進來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接著還要再看那個 804 不過804這一題太簡單了 三行解決 這個簡直送分題 如果你抽到這一題 真的是非常非常簡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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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